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熙,欢迎让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这一讲呢,我们来讲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Pause 那么大家回想一下,上一节课呢,我们讲过了银行卡,银行卡的费用以及ATM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在我们日常当中经常会碰到的Pause机 那么我们说啊,Pause机会有很多问题 可能说有同学说,Pause有什么问题啊,不太知道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几个例子啊 首先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信用卡刷卡呢,是有积分的,对吧 那么积分其实有很多用处,不但可以增加你的信誉,还可以换一些礼品啊 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说了一大笔钱购物或者吃饭 比如说那天我们过生日,对吧 我们知道过生日的积分一般是翻倍的 那么我们去吃饭,然后呢,我们刷了很多钱吃饭 但是发现没有积分,这是为什么 哎,这种可能就是我们的Pause机被套码了 那么套码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说套码呢,就是指违规套用低手续费行业的商业码 也就是我们的MMCC码 那么通用低行业的这个Pause机来冒充高行业的Pause机 比如说我应该去吃饭,那么吃饭其实和超市 它的这个收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被套码了 那么除了套码之外呢,其实包括这个伪造商户信息和切机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造假手法 那么呢,我们看,我们要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被套码呢 其实我们只要看它在这个签购单上 这有一个15位的数,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MCC码 那么这个MCC码,我们只看到它,我们就知道,哎,大概我们有没有被套码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MCC码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MCC码一共是15位,我们看这一共有15位 那么头三位呢,是机构的代码 就是你这个POSE机是由哪个机构卖给你的啊 然后呢,后四位是地区的代码 然后是商户类型和商户的顺序号 那么我们看啊,这里头三位,比如886啊 那么886和887呢,其实都是瑞银信的机构代码 也就是瑞银信的一个代码 那么后四位呢,我们说它就是地区代码 比如说这个2101,它就是沈阳市苏家屯曲 那么我们说这个X这个代码是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是一致的 所以通过查它,我们就知道这四位编码代表的是什么 那么再下面呢,后四位就是商户类型 商户类型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我们说套嘛,套的就是这个 那么比如你在超市,其实就是5411啊 我们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非要超市啊 那么它是5411啊,那么5411指的就是超市或者大型的仓储市场 那么呢,加油站啊,是5541 航空公司4511,哎等等 那最后这四位商户信号,这个倒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啊 那么我们看,它其实每一种不同的这个MCC码啊 就是不同行业 那么国家收的这个手续费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这个钟表贵重收表啊,它收的是1.25%啊 这个手续费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高的 包括游戏场所啊,高尔夫球等等 因为你属于高端消费啊 所以说它这个就比较高 那么这个餐饮娱乐位啊 餐饮娱乐费用都是1.25啊 比如说我们去什么歌舞厅啊 比如说你去台球场啊,保龄球啊等等 哎,这些都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古门店这种都是比较高的 啊,一般是五九打头的 或者是七打头的啊 这也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餐饮类的编码是5812 这都比较高啊 那么你如果你去那种看 这5813也是饮酒场所 比如说是星巴克啦 这种都都是了 那么比较容易会被套成快餐类 5814 5814就比较低了啊 或者5411是超市类啊 那么还有一个批发的是5998 那么所以说呢 你就看这四位的编码也就倒数的啊 后四,后八位的编码啊 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就知道,哎 你是不是被套码了啊 那么我们说 套码啊 他这个手续费差了很多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过了啊 那么杂货铺什么呢 最低的比较低啊 比如说这个三农业务是最低的 0.25啊 那么超市呢 相对更低 也还比较低 是0.38啊 所以说一般会比较容易套成超市 那么我们说这个套码好有毛关系啊 有关系啊 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吧 那么比如说这个套码会吵什么问题呢 就引发银行封控系统预警 哎 那么可能导致封卡或者降低额度 并且呢 哎 你如果想信用卡提额 我们上节课讲信用卡 养卡的时候 你想提额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被拒啊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说你在网上交易转账啊 他会有一个这个位置和接收短信验证码的真实位置进行比较 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这个刷卡的时候是在北京的海淀区啊 但是呢 我这个接收信息这个短信验证码是在北京的比如说是丰台区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两个区就说你这个人和这个卡是分离的 那么他会有一个时候呢 会有这个呃 这个这个对比 那么如果发现这两个人是分离的 可能这个信用卡公司就会给你打电话 问你 哎 这是不是你在刷卡啊 哎 从而防止这个风险啊 比如说是别人偷了你的卡 或者你其实不是你在刷卡 那么这个呢 现在是比较好的一个事啊 那么 下面我们就来看什么是Pause啊 那么Pause系统呢 其实 它是一种银行应用的这种Pause机 或者是一个系统啊 那么它是一种电子转账系统 也叫做销售点电子转账服务作业系统 那他主要就是说 哎 我有时候要刷卡 但是我这个又不能说是在ATM 我们知道ATM一般是放在一些那个 我们说是这个比如说银行啊 或者是储蓄所的门口啊 或者是大型商场的这个大台上 但是我不能每个店都放在ATMG 而且ATMG成本比较高 那所以这时候到我 我来说还要刷卡 人不能懂贷的现金啊 对吧 特别是在以前啊 2015年之前 我们以前讲过 对吧 人们那时候还没有这种微信和支付宝 还没有用的这么这么这么广泛 那么不能 我这时候我习惯于刷卡 而且刷卡有这种免息期 我愿意刷卡 那你不能支持我刷卡 我有时候就不买东西了 所以说这时候呢 银行就接了一个 哎 可以刷卡的机器到这个特约商户这 你可以在这刷卡 就不用到什么ATM上在取线了 所以很方便啊 所以Pause机也是应用很广泛的一种 这个电子银行的这种 赚账的服务的这个系统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就是银行的Pause机啊 它会打出来收款收据啊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另外一种商业应用的Pause系统啊 那么这个Pause系统啊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就是在大型超市里啊 都有一个收银台 那么你可以刷卡 可以收费啊 那么这个呢 也算Pause系统啊 但是这个Pause系统呢 它不单单可以刷卡 它可以收现金啊 什么什么购物卡啊 什么都可以收啊 所以说这个Pause系统是两个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指的就是和银行相连的 这个Pause系统啊 我们说是这种 那么看就是商场的Pause系统啊 对吧 那么Pause系统是怎么做的呢 它一般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啊 你先是这个特约商户呢 你和这个银行啊 或者是和相应的这个服务机构 第三方机构来申请安装Pause系统 那么通过安装Pause系统之后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终端设备 然后通过公用的数据网和银行连接啊 那么连接之后呢 这时候呢 当你连接好之后啊 那么这个就可以了 就是说你如果客户拿银行卡来刷卡啊 它就可以通过Pause系统来进行和银行通信 从而决定能不能刷卡了 就可以直接做了 当然一般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一般需要一天或者更多的几天 这个Pause系统的这个收款呢 才能和我们的这个银行这个款项正常转过来 一般不会实时到账啊 当然它有一个结款的周期 这是我们说这个Pause系统 那么我们要想建立一个Pause系统 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它和这个ATM还不太一样 ATM其实就是我放了一个自动提款机放在那里 它其实有银行就够了啊 但是呢这个Pause不一样 它要特别复杂一点啊 它有一个发卡机构 它有一个收单机构 就是说我发卡 就是我的卡是谁发给我的 比如说是工行来发给我的 就是我的发卡机构 那么收单机构 比如说我这个Pause系统呢 是因为我的这个个人的银行账户 比如说开在开在建行 哎对 那么这个收单机构就是建好 那么还有就是持卡人 这个没有问题啊 没有持卡人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啊 然后呢就是哎 我们说银行卡组织 必须有那个组织来发卡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方收银机构 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啊 这个第三方收银机构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好多Pause机啊 其实并不是银行直接发的 而是第三方机构来做的啊 我们说这就是第三方的特级机构 然后就还有个特约商户 就说我有了Pause机得有人用吧 哎不是每个人都有了 对吧 得是一商户去申请才会给他装啊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特约商户啊 那么这个收单啊 广义收单分成三种啊 一种是网络收单 一种是Pause收单和ATM收单 那不管是什么收单 都需要一种专用的Pause机啊 这个是需要的啊 然后这些所有的Pause机 不管你是谁 我们的转接和资金 轻算都是 现在都是由银联负责的啊 在国内啊 是由银联负责的 如果跨国境外 那么是由我们银联 以及相应的国际发卡组织的负责 比如说你穿的Must Card啊 或者是你穿的Visa 或者你穿的GCB啊 不管你穿的是什么 我们通过相应的组织和国外的对接 这是它的结果 那么我们说这个Pause机啊 它发展起来 它其实有两种啊 对于对于对于个人来讲 比如说我是商户 我想装一个Pause机来 让库哥刷卡 那么就有两种可供选择 一种是直连Pause 一种是间连Pause 那么什么叫直连Pause 哎 顾名思义就是直接连 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交易啊 现在都是归银联管 所以说直连Pause就是直接连到银联 然后再传到发卡号 这就是直连Pause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间连Pause 就是说我这个Pause机呢 先发到收担行 再传到银联 哎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讲ATM的时候的这个前方交换 后方交换 还是一样的 前代Pause机也同样存在这个概念 是一样的 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 我说哎 为什么有直连和间连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间连Pause相对来说 而审批人在商行 商行他就 这个效率就比较高 因为银联 它是个管理机构 对吧 它这个 它这个机关啊 机关这个审批效率相对来说低一点 那么商行 它是商业 它是公司啊 所以说它的效率较高 而且呢 它这个灵活 比较灵活 市场之力很高 那么而且从银行 来看 它是鼓励你发展 你给我多装Pause 好的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银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 就是因为收单行会获得全部的收益 那么间连就不一样了 间连到银联 那么这个标准标统一啊 一分多也不能少啊 而且那个各种行来说 是不鼓励你装直连 因为我 因为这时候收单行90%的收益要归银联了 那我当然不愿意啊 对吧 商行只有10%的收益 而这个是全部的收益 那我当然不鼓励装直连了 对吧 但是不管怎样 你是绕不开这个银联的 这个是这样 那么呢 我们先 那么对于这个Pause来讲啊 那么为什么我要装Pause机啊 对于商户来讲 特约商户来讲 它的关键是说 我有了Pause机 我就可以刷卡了 以前是没有卡刷 那么我现金不够 有时候都没法买 那现在有Pause机 你可以刷卡了呀 没问题 而是有人就愿意刷卡 所以说这个是不用的 那么还有一种是特惠商户 那么特惠商户就有个铜啊 就是它有大折 对吧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说 在我这消费 比如说电影院啊 对吧 比如电影院 在我这刷招行卡 打五折 或者是打八折 这个时候它是打折 那么这就是特惠商户 它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 因为这个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Pause机要发展起来啊 要兼顾这三者利益 就是说银行 商店和消费者 对银行来说 那肯定是啊 我我有收入啊 对吧 我刷卡我就有收费 因为只要刷卡 就有相亢的这个费用啊 那么这个对银行来说 我当然希望你多刷卡了 那么对商店来说 哎 我增加了销售机会啊 对不对 有些人本来 我不想买 但是我或者钱不够 或者什么的 那么或者有人就喜欢刷卡 那么你不能刷卡 我就不买了 所以说对商户来说 它是增加了消费机会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方便啊 我不用带那么多现金 而且我愿意刷卡 还有点稀奇 当然我希望了 所以说 对一个Pause系统来说 一定要考虑这三方面 才能很好的这个执行下去啊 那么我们说 这就是指点的一种方式啊 我们说这就是 不同的发卡行 对吧 发卡行 发卡行 然后呢 这也有发卡 收单银行 那么这下面是商户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三方模式啊 就线下的收单业务 它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一般来说 根据这个聚合收单 线下手续费的指导价呢 是千三 就是千成之三的手续费啊 不管是借金还是代金 都是这样的 那么以实际客户签约 一般是低于百分千二 那么在这里头呢 这千分之三里头呢 这通道费平均是0.19 啊 就是 就是 呃 千分之1.9啊 并且没有封定 那么这时候发卡行呢 要有一个快捷的绑定成本 就是我不是所有的卡都止血 你要是想绑定我啊 快捷支付要百分之0.05 到百分之0.08 那么这个第三方收益 机构收益率比较高了啊 它的存收入呢 就等于什么 与商户十页签约价 在简局收单行的机构成本 那 那么它这个千分之三 一百是这样的啊 然后呢 通道费只有0.19 这边也是0.05 所以它还是有收入 而且收入比较高 那么如果是线上的收单业务 相对来说就高一点啊 手运费是千分之六啊 千六的手运费啊 然后呢 平均的通道费是0.0.0 0.0 百分之0.545啊 那么发卡行还是 0.5到0.8 这个0.05到0.8这是不变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它的收入是 你实际的签约价 在简局收单 结果成本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手续费 要高了不少啊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四方啊 我们有这个发卡行 收单行 那么中间是银联 那么加入银联以后 哎 这时候就有不同了 那么对于四方交易 就是加入了银联 那么我们看啊 银联就不一样 我们说银联是直联 对吧 直联的话 它这个 标准比较固定啊 比较死 比如说借记卡 那么就是0.5 那么17块钱封顶 你刷借记卡就是 千分之千五啊 千分之五 17块钱封顶 那么代记卡是16 没有封顶啊 你没有封顶 刷的越多 你就得交的越多 那么银联呢 分锐 这个0.0325 就是3块2毛5封顶 那么发卡行 借记卡是0.35 13块钱封顶 代记卡0.45 没有封顶 所以说对于收单机构的成本来说 借记卡和代记卡是不一样的啊 借记卡算出来是0.3825 代记卡是0.4825 所以说代记卡要比借记卡 多了一个百分点 当然实时收入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四方模式的这个线下 那么对于线上来说 相对来说好一点啊 不管是借记卡 代记卡 借记卡就是0.35 代记卡就是0.55 百分之0.55 那么银联是分的0.05 借记卡绑定0.25 没有封顶 代记卡也是0.5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看成本是不一样的啊 借记卡是0.3 代记卡是0.55 刚才回想一下 这边是借记卡 如果是这个线下的啊 借记卡是0.3825 0.4825 这是0.3 就是对于借记卡来说 线上的交易 这个收单机构的利润会更多一点 但代记卡 那么线上 反而它的成本会更高一点 没有线下的成本 成本高 比现在它的成本比较高 就是这是四方模式的线上和线下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收费 那么对于银联规定啊 那么我刚才讲了 为什么要套码就是因为手势费不一样 最高的啊 我们说大概基本上金银首饰啊 这是3%啊 然后餐饮也1.2%到2%啊 百货相对低一点 超市便利店更低一点 那么我们算个账啊 大概算个账啊 比如一个年收入10亿的百货店 那么按刷卡效率比是48 比如说它48.8% 那这是一个大概的统计数啊 那么每年银联卡的交易手续 就在488万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这个银行 要为这个百货店提供了100台POS机 每台5000元的成本 那么总费用其实挺高啊 50万元 但是我们算一下啊 刷卡交易488万元的20% 是是归这个银行的 那么就是将近97.6 将近100万 所以说这还不算作为发卡行的收入 以及由此代的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说呢 对于一个银行来讲 它很乐意为这个百货店来提供POS机 因为它有钱赚啊 而且这个钱一次投入 它一直有钱赚 只要这百货店在开着 它有流水 我就一直在赚 所以这个呢 其实还是很合适的 然后呢 我们下面看到POS系统的债术 那么我们上节课 讲ATM的时候 我们讲过 对吧 那么ATM分后方前方和复合 那么其实对于POS机是一样的 那么后方系统也是 先接入到银行 再接入到那个交换中心 那么前方是阶级交换中心 再接银行 混合这两方面都有 那么对于POS的时候 还有一个不同啊 因为POS呢 它是 不是ATM啊 它还有一个 它是有个POS终端 它有网络接入设备 以及前置机和主机 这四部分来构成 它稍微复杂一点啊 比ATM它是一个机器 它不一样 那么POS机稍微复杂的 那么根据这个POS网络接入方式不同啊 我们说分为下连和上连 咱们概念呢 下连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POS机与网络接入设备之间的连接方式 就是我那个POS机器和网络接入设备 我的这个上网的猫啊 或者是我的这个路由器 它的这个接入方式 而上连的方式是网络接入设备 POS前置机 就是前置机 我们就是这个POS机它有前置机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商场 商场那个超市的这个收银台 这个地方 它就是前置机 那么前置机和POS机还不是一样啊 那么对于下连的接受方式 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怎么样连到网上去呢 最简单拨号 但是现在很少吧 拨号太慢了 然后就专线主网啊 或者是商场的收款机进行改造 那么还有一种 也是现在我们经常预点啊 比如说我 现在什么都可以刷POS机 对不对 比如说你 比如说我在当当上买一本书 对吧 人家当当把书送来了 对吧 你可以直接有那种 到货到付款的那种 其实就是直接刷到无线POS 那么这时候通过无线 直接连到这个银行去 这是下连的方式 那么下连的方式 其实是相对简单啊 就是看你的前置机 是个什么样子 前置机一般来说 不是特别好的电脑啊 是因为它是个专用电脑 不需要那么好 它处理器稍微差不多够 所以说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RS232的串口方式 就是这种纠针啊 纠针 这种这种口呢 大家一般不太常见 但是在以前啊 特别是这种运件连接上 还是挺常用的 另外一种是TCPIP方式 这种是很常见的 就是差异网线啊 串口 它其实都是可以作为网线 但串口呢 其实是一种单独的一种 这种协议 那么这个呢 是TCPIP 就是网口 那么是这样通过网线 就水晶头 我们就 这也是可以 那么整个POS系统的 网络结构是这样的啊 那么首先呢 就是持卡人啊 要发卡银行 申请 申请办卡 然后发卡银行 发卡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发卡人呢 在特别商户刷卡 刷卡呢 通过这个POS机 我来进行这个 到收单行 进行这个处理 处理之后呢 他就到这个 清算中心 进行清算了 因为收单行 和发卡行 可能不一样 那么如果需要 国外信用卡之后 还要进行 这个签约授权 那些事情 那么这边结算之后 这边就可以把这个货款 发过来了 那么当然 发卡还要负责 这个扣款和挂时 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是整个 我们的POS系统 搭建的一个样子 那么POS系统 这个POS机器 它有哪些部分组成呢 我们说它有什么 POS终端 极限器 通信网 交换中心 银行主机 和其他的授权机构 那么我们看啊 这个呢 根据这个网络来看啊 最早我们说 这个POS机构 是一些各大银行 自己开发的 就和ATM是一样的 我们称之为 专有的POS系统 就说我的POS通过 我的极限器啊 直接接到我的银行来啊 你接不到别的地去啊 这个专有POS 就和我们最早说的 这个ATM当中的 这个后方是一样的 然后呢 慢慢发展起来呢 我们说 哎 这时候极限器和银行 主机之间 哎 就加了一个交换中心啊 这个时候呢 哎 就构成了 带交换中心的 前方交换型的POS 啊 这个带交换中心 这是前方交换啊 就极限器到交换中心 再到银行 我们说这是 交换器在银行之前 我们就前方交换啊 这个和ATM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进一步发展 哎 这时候 以前是这种啊 直连的啊 就是后方啊 现在有个交换中心 合在一起啊 有的是直连 有的是通过 通过这个交换中心点 这么就叫做复合了啊 这个其实就和ATM是一样的 当然发展起来之后 我们说哎 把大型百货公司的POS系统 也纳入其中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和系统 就是收银台的系统 POS系统连接的 这个 这个 就是一个更想的POS系统啊 就是说 我加入了远来的 这个用来收银的 我本身的那个POS管理系统 这是这个 所以说 如果再加上国际持卡人 哎 这时候就 就是全面的POS系统了 那么这时候 这是国内的部分啊 那么到国际部分 到走国际 到持卡人那边去处理 那么这就是原版的POS系统 那么现在基本上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是这种POS系统了 就是我们基本上 可以刷本地卡 也可以刷了 国外的卡 都可以刷啊 大多数都是可以的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香港的啊 一个一个例子啊 这个POS呢 经过他的这个 这个交换中心啊 到这个主机 到银行主机上去啊 那么说这是一个 前端的POS系统啊 当然ATM其实也和它是一样的啊 那么对于POS系统来讲 那么POS终端是什么概念 它其实呢 这个POS终端啊 最早呢 它是在这个机械式的收款机 那么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但这个还不是机械式的啊 还不是存持系统的 后来这个机械式就被电子收款机啊 你用ECR 就这种呢 被取代了啊 那么最早这个ECR呢 它是单机的啊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 网络也不好连 后来变成主层的啊 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POS机就变成联网了 那么它从单点到主层到网络啊 它是逐步逐步发展过来了 那么这个POS机呢 这个系统就分成固定的和移动的 那么有时固定的 那个这就是连到电脑上的啊 那么这种呢 就相对比较好一点啊 这个POS机自己带了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密码键盘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无线POS 这也是无线POS 直接我就可以说卡 它是无线连接的啊 这就是固定的和移动的两种 那么一整套POS终端 可以有很多设备啊 我们可以看看 POS系统 它是由什么构成呢 哎 一个POS机器 中 就是硬件 一种说的前置机 那么 就是POS的软件啊 那么这个POS软件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要收费 我得知道啊 对吧 大家经常看到这个地方 你拿扫描墙一扫 或者你输入这个商品的编码 它有多少钱啊 我要知道收多少钱 那么这个东西就由POS软件来控制 这个就是你的POS终端 然后呢 这个大家看一眼啊 一般这是我们知道的 它挺复杂的 其实有好多东西啊 前面啊 后面啊 这它各种接口啊 我们看 哎 这还有USB口 对吧 这有串口啊 串口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这个 IS232这种口啊 那么这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说这个都有 然后呢 这有标准的配置 一般有 客户端的显示器 我们得知道 客户端 你看我付了多少钱啊 超主编的显示器啊 打票机 钱箱啊 收款的主机和POS的键盘啊 当然你也可以配密码键盘 或者是填码阅读器啊 或者你看有IC卡的阅读器 也可以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 整个的POS系统的一个构成 啊 那么POS系统呢 它有分 对吧 你有一台还是有多台 那么如果你只有一台POS机 那么如果只有一台POS机 都有两种方式啊 一种就是 我把POS机的前台的软件 和后台的管软件放在一起 因为我只有一台机器 我这个没有那么大地儿 我只能用一台机器 哎 这种也可以 那么或者是我这个稍微有点地儿啊 那个我不想让这个前台和后台 和在一起 那么这时候呢 我前台放一个POS机 做的是POS机前台的系统 那么我后台的管理系统呢 我单独放在一些电脑上 这样是我前台的刷着东西呢 我就可以躲过来 躲过来之后呢 前台只能干前台的事 收款 可以没问题 找钱的都可以 那么统计分析 花多少钱 挣多少钱 哎 这个东西是我后台来看 那么还有一种呢 哎 就是说 我有多个前台的机器 通过网线连接在一起 然后这些东西 集到集成器上之后 我再进入到电脑上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前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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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POS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 会连到我们的银行去 这些东西呢 其实并不完全 直接连到银行来 它是直接连到我的主机 服务器上 然后通过服务器来到银行 这就是前置机 和后台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就是POS系统 然后呢 我们这个POS终端 还有一些其他专用接口 比如说磁卡 比如说钱箱 调码运动器 电子畅等等 这个是根据需求 可以选配 这个就有多奖了 那么POS系统的安全 都是哪些呢 它和ATM还不一样 ATM一般是放在银行里 而且放在这个 或者是放在这个商场的公共大厅里 安全性相对来说要好 但是POS系统可不一样 POS系统就放在我的 这个商户自己店里 那么这时候呢 可以有一些东西要考虑 考虑哪些事呢 第一个 就认证性 那么认证性就要知道 就是我们讲过这个电子商务的安全要求 对吧 认证性 保密性啊 这个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 对吧 那么认证性这个就很要求 我得知道你这个POS系统 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POS系统 就是试的是我特别商户 你别是个VPOS 对吧 那么这就比较麻烦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隐秘 隐秘秘性也叫保密性啊 就是你所有的这些数据呢 其实都要加密的 对吧 你这个包括这个PIN码 就是我们这个密码 不能说是随随便就不能看见 特别是网上传输 一定要加密 那么防止被人窃取 这个呢 我们就是隐秘性 然后就正确性啊 就是我一定要保证 我POS交易的数据是正确的 不能是这个 对数据出了篡改 也就是我们说完整性啊 所以说 所有的POS数据 在传输过程当中 都要加这个马克马 这个马克马 我们以前讲过 不说了啊 防止它篡改 其实就是它那个哈希值 这是它正确性 那么对于POS系统的授权方式呢 其实就不一样啊 它有分第一代的 其实是百分之百的联机授权 那么安全性很高 那么第二代呢 其实就有三种授权方式了啊 第一种托机 托机授权就是说 我没有联网也可以授权 第二种是安装简易的中端授权机 然后它是联机授权 那么这两种其实都是特殊情况下来使用的 因为它有一定限制 比如说我的刷卡的金额啊 费用这个多少啊 都是有限制的啊 其实最常用的还是联机授权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授权网络啊 那么所有的你这个发卡行这个地方呢 你的特约商店 顾客在刷卡的时候呢 通过网络到了收单行 那么收单行就会把信息传到交易 这个交换中心 交换中心把信息再传到发卡行 然后呢 如果是国际卡 就要到国际网络 到国际卡中心去反问 然后数据再回来 再回来 再反回来 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和我们的那个ATM是一样的 这个因为就不是细说了 那么对于POSE的攻击 我们说明哪这种方式呢 最常用的就是通过POSE倒刷银行卡 那么这个它怎么做到了 其实就在这个机器旁边啊 它加装了两部分 一个是加装了侧录器 就是我可以读取你的卡的银行卡的信息 那么这种卡其实它都是针对什么呢 词条卡 因为这条卡很简单 它就那么几个词道 一下子能把这个信息给读过来 读过来之后 它再安装个键盘膜 用来记录银行密码 所以说当你在这种伪造的POSE上刷卡之后 那其实你的卡的信息和你的密码 就已经被这个机器拿到 那机器拿到之后 它就直接 其实很简单 拿个漏斗 拿个运斗都能复制卡 那买了一个空白卡之后 就把这个你的 这个卡的数据 给写到这个词道上 然后又知道你的密码 直接可以刷你的卡 就和你的卡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你相当于你补卡了 不过这个补卡 没有经过银行 是伪造的 所以说这就是改造POSE机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这种情况 我们说这种 给大家看到的 带一个小辫子 这种POSE机 就是说我的密码输入键盘和我的POSE机是分离的 这种相对安全 因为我如果要改造这种POSE机 我需要改造两个设备成本就比较高 所以说这种基本上不会太出现那种问题 那么呢 还有一种就是刷卡购油 那么就是 比如说 我这边有活动 在我这刷卡之后 你就可以低价买夸程油 或者是送油 那么他是怎么办到呢 其实这时候就是说 当你刷卡的时候 他一样也是把你的词到的数据 我们看这就是你的银行卡的词到 他把你的词靠的卡号 密码有效期 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了 然后呢 他在通过他的这个非法的这个东西呢 来制造 来复制这个你的这个卡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 他为什么说它是个假的POSE机呢 因为对于真正的POSE来积带桌 是不允许你来获得这个明文的词到数据和密码的 这是不允许的 就是说我们在讲PCI对吧 大家还记得吧 PCI这个DSS的时候呢 我们说过这个事对吧 那么这个是不允许你获得这个数据的 对吧 你可以验证 但是你不能获取的 但是现在这种呢 其实就是伪造的这个POSE机 所以说呢 大家要注意这种事情吧 那么如果是芯片卡 比如说IC卡 就相对来说好一点 再一个就是下载APP送好礼物 随随便便让你下载APP呢 我们说经常会有人说 我们在做活动啊 你下载我一个APP吧 然后呢 我可以送你小礼物 这个地方呢 其实相对来说 有些时候会有风险啊 因为你他有些时候呢 这种 这种POSE机或者这种APP呢 其实它是一种 那个尾POSE机 它会这个 这个软件其实是恶意软件 一般来说 这种软件在安卓的机上会多点 苹果呢 相对好一点 那么如果你随便做的话 哎 比如说你用同一个手机 同一个APP和同一个 那个移动POSE 对吧 你今天消费 你第一次哎 我刷了400块钱 然后我就正常发费啊 对啊 正常刷卡 买东西我就走了 当你走了之后 第二张 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 这个三岁分子呢 就会拿一张 随便拿一张卡 他做了一张卡 然后呢 出发这个交易 随意输入个密码 那么结果你的卡 就又一次消费了500元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很简单 它通过这个支付软件呢 来获取你的这个卡的信息 然后呢 这个卡的信息 它在这个软件当中 重新组包 就是我们当时说的 我们当时讲过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这个重放公击 它其实就是重放公击 它这个软件 其实不允许 它重新组包 保留这些数据 但是它保留这个数据了 它把你的辞到信息 和你的密码保留了 然后呢 它当你走过之后 它再一次激发这个 这个付款 重新再重放了一次 那么这时候呢 其实它就达到了这种 这种伪造付款的用力 其实这个钱 和你的卡 就刷到另外一个地儿了 它刷到三菲 三菲的卡上去了 所以这个相对比较危险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第二次交易 实际上消费的 就是第一张卡的账户 因为它进行了重放公击 所以这个要挺危险的 那么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大家不要轻易的 在这种APP上来刷 因为你不知道 它这个APP 是不是正规的APP 有没有经过PCI DSS认证 或者经过检验 那么很可能 它就是这个黑客 自己做的一个东西 然后犯罪犯罪 它就取得你这个 这个相应的数据 来进行重放公击了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就可以了 最好为了防止这个意外 最好选用一下 那个IC卡 这样是相对来说安全 那么这种情况 为什么IC卡会安全呢 因为IC卡 它的这个复制的难度更高 因为它真的是有芯片的 而且不但有芯片 它有CPU 它有存储 所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对于IC卡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会这个 比如说我要输入密码 它这个密码一般是不出卡的 就是说我这个密码输进去之后 它在这个IC卡当中 因为它有CPU 还有存储 它可以根据你这个 那个那个东西来计算 计算好之后 它把你那个验证结果给返回来 所以说你刷卡之后 它返回的是你 这个密码输入的对或者不对 而不是返回的是你的密码数据 这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很难被制造成没卡 而且这个费用也高 因为IC卡的芯片 它的这个 它的芯片那个成本也高 所以说最好的换成IC卡 这个是最好的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IC卡的使用策略 那么八大条 通过这八条 我们来防止我们 这个用卡安全 这八条分别是什么呢 官设备 合金额 防吊包 防溃室 渗签名 锁平条 开提醒 对上单 下面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 叫官设备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设备 那么炮子机有很多 其实我们就看一看 刷卡前 看看这设备怎么样 有没有被改造的痕迹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不要让这个银行卡 离开自己的视线 一定要盯着它刷 这是第一个 关设备 看看这设备 有没有被改造 第二个 合金额 有些时候要合金额 这个金额不定对啊 其实 第一 别人不定是有益的 比如说有时候 你去吃饭啊 比如你吃了三百块钱 结果他给输错 输成三千块钱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留好 这个小票 就很难追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签字之前 哎 他一般刷完卡之后 会有一个单子 对吧 有一个这个 就打印出来 这个签单 对吧 你要签字的时候 看看钱数 对不对 这个呢 叫合金 第三个呢 叫防吊包 有些时候呢 在国外 其实这种事情挺多的啊 因为国外是这样的 国外的信用卡 在你刷卡的时候呢 是一般是不需要密码的 只是只是看签名 所以说只要有签名 就认 不需要你输入密码 大多数国外的信用卡 是不要密码 所以说 在国外吃饭的时候 有些时候 你在付款的时候 直接把信用卡 账单来了 你把信用卡放上去 给他 他那边自己刷 刷完之后 拿个单子回来 你签了自己就OK 但是呢 在国内 一定要保障这个安全啊 因为有些时候信用卡拿走 他复制了你怎么办 我们说到这个银行卡 复制起来很容易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防止掉包 一定要不能让信用卡 离开自己的视线 在刷卡的时候 第四个 就是防溃式 如果你看 泡子机在时候呢 你输密码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别人看见 一般挡一下 或者干什么 别人会看见就很麻烦 第一 他这个 我说这个 瓷卡的这个 词到信息 很容易被拿下 但是这个 这个密码信息 相对来说 要稍微复杂的 当然攻破也不复杂 但是相对复杂 所以说你在输密码的时候 最好能挡一下 不能因为是泡子机 就随便输 这个防溃式 第五个 慎签名 就是千万不要在空白的签单上签名 如果拿了一个收款单给你 随便签 一定不能 因为这时候签好之后 别人会重新刷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倒刷了 所以说那时候就像 就当你签了个空白支票 这个其实危险是很大的 一定要慎签名 签名一定要谨慎 第六个 锁平条 就是说 有些人习惯于这个 签名卡之后 评条 打回来的小收据 评条就直接给扔了 其实已经要记着 要把这个条收着 一个是信用卡的签单 要收着 再一个呢 尽量留着那个小票 我们说这个小票是什么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MCC码 对不对 那么MCC码你可以保留它 它会告诉你 你有没有背什么 那个套码 对不对 那时候你留个套码 你可以去找它 所以说这个锁平条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开提醒 就是一般情况下 你经常用的卡 最好开个提醒 就说你这边一刷卡 诶 那边就有短信过来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一眼短信 如果你刷卡 没来短信 诶 就有问题 或者是你这时候 没有刷卡 就来了短信 都会有问题 所以说 开个短信提醒 很重要 我这边就是一般 都开短信提醒 这边一刷卡 这边刚刷完 那边其实短信就来了 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再有一个就是对账单 一定要对账单 一定要对账单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账单不会错 但是尽量要看一眼 否则的话 你这个账单就很麻烦 就是说你每个月 都会有一个还款 对吧 你每个月还款的时候 你看一眼账单 对吧 你看看哪些 这些钱是不是都是你花的 有些个别时候 不是你花的 就可以被人倒刷 倒刷这时候 你再联系就比较麻烦 所以说 你付版款再联 就比较麻烦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你不要兑下账单 养成对账单的习惯 每个月在还钱之前 先把账单看一遍 如果发现 好像没有刷过这笔钱 第一 自个想一想 第二 打电话问问 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账单啊 它并不是都有 这个你在哪消费什么 它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这个消费消费方式 或者地点 那么这时候 你得核对一下 有没有干这个事 干什么 这个就是被账单 所以说呢 我们说Pulse系统啊 有很多坑在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们和ATM啊 和信用卡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要注意好了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第五章 这个ATM和Pulse讲完了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面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